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座小岛上有一座景物巨家的藏室邻居 是画家静亭瑶十年前租下的 她按照藏室风格和绘画要求做了装修 并在这个小院里生活和创作 这里也是文成公主这幅巨作的创作和生活的积累 搞创作啊 这个 它需要环境 它不是一个孤立的单纯的一种活动 所以说要想画好这张画 我觉得外部环境营造也很重要 所以说我在这里边设置了钻金铜 完了也做了这个马泥堆 这都是我亲手做的 亲手摆的 所以在这个院子里边生活 在院子里边创作 首先是心灵的空间 同时也要营造物质的空间和外部环境的空间 我觉得都很重要 这个小院可以说是巨术水墨组画文成公主的起点 在这个朴素的院子里 静听瑶可以与西藏本土艺术家互相切磋 深入交流 也可以随时请藏族的邻居和朋友 买家做客 写生 磕茶聊天 了解藏族文化的诸多故事 了解文成公主在民间的各种传说 以及收集画画的线索 这位写生的老太太与静听瑶同在一个小区生活 几乎每天都能碰到她 静听瑶觉得她很有藏族老人的特点 很入画 有藏文化的历史感 这老奶奶形象非常好 非常善良 我画起来我觉得看到她的形象 她的眼神 都不但激发我的灵感 而且进化我的心理 这是他们全家 这是老阿妈的孙子 这是老阿妈的儿子 这是小杂西的妈妈 非常善良 这一家人 非常感谢 这些妹妹你看 静听瑶在这个院子里 每天除了日常的生活之外 几乎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画画上 她的思想 情感从内心流淌出来 变成一幅幅新的画作 并最终指向文成公主 巨浮水墨总画的制作主线 其实在西藏 在拉萨呆久了 这个形象 笔墨 是吧 技法 都在事与不是之间 都在心里边 它是一种自然流露 这种东西画出来 自己也畅快 那么画 看上去 是真正的发自内心 从心里流出来的一张作品 所以我特别喜欢在拉萨这个画室来画画 这个心很近 气场也很大 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我觉得这里边让我能够非常清静地 面对自己的生活 面对自己的精神 面对自己的艺术 拉萨的生活对于静听瑶来说 是十分简单 简朴的 家中 市内外的装饰 保持与西藏文化和艺术建筑的统一核心 体现了它对高原文化的向往和热爱 十年来 在这个安静平常的院子里 静听瑶在艺术的道路上 是有幻想 又脚踏实地 平静的外表里面是与生俱来的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 和对艺术境界永不满足的坚定追求 艺术将在中国美术史上 展露风采的红天巨制 将从这里走出拉萨 走出西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